中国跳水队的天才少女全红衩是2021年中国跳水队最闪亮的一颗明星 全红衩只有14岁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小姑娘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最终全红衩已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 小小年纪就登上世界之巅 确实非常了不起 全红衩成为了网红级的运动员 全红衩成名之后 大家更关注这个天才少女的点点滴滴 其实全红衩的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 家在广东湛江的农村 全红衩夺得奥运会冠军之后 父母也非常开心 全红衩的爸爸更是为女儿感到骄傲 近日 有网友就公布了一段全红衩夺得冠军之后 全红衩爸爸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里面 大家看到了全红衩爸爸的身影 全红衩爸爸搂着客人一顿热聊 看得出来全红衩的父亲非常实在 视频字幕提到 全红衩的爸爸告诉大家吃好喝好 女儿夺得冠军之后 全红衩的父亲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她对女儿的培养没有白费 女儿终于实现梦想 全红衩夺得冠军之后 小姑娘并没有闲下来 一直在进行比赛和训练 夺得奥运会冠军之后 全红衩又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 在全运会上又拿下了两块金牌 随后又跟随中国跳水队 参加了阿布扎比的跳水表演赛 现在全红衩正在国内进行隔离 大家希望小姑娘能够在隔离七码后 再次冲击好成绩 今年有跳水市井赛的比赛 大家希望全红衩能够在跳水市井赛上 帮助中国跳水队再次拿到好成绩 如果全红衩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 顺利度过发育观 只要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准 其他的选手想要击败全红衩是非常有难度的 全红衩有望继续给大家带来惊喜 全红衩小小年纪就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就 确实非常不简单 大家希望年轻的全红衩能够继续加油 争取在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上 向着更多的冠军发起冲击 相信只要全红衩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在巴黎奥运会的舞台上 小姑娘绝对有机会实现未免 期待全红衩能够再次创造历史 大家会为全红衩继续加油